人性到底有多可怕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陈世美在现人间 你们听一下吧 真的太恐怖了 渣男 和他也结婚了有十年了 人家的话 现在因为区别的疫情过后 他这个胜利状况 就一直不行了 疫情还在家务里面 可以帮忙刚刚活 这些带着小孩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所以我也是一直把他俊养着 就是让他尝识一定的生活努力 他现在没有自主生活努力 他也离不开我 当时他就是那种传播性的 对我实际上有所关注 我可能有点 我有点自私 这时候的话 我觉得他就没有任何帮助 我就渐渐对他人当 我想那他就是 他现在香港能够治理 当时他没有经济来源 我想放弃了 放弃我是谁 我可以放弃的 当时我有一个疑惑 就是如果说他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我放弃的话 我实际上说经济不是很合适 也有一定的情绪 我还是不希望他那个风格 我太多的一些储蓄 一些的那个生活 包括夫妻的风风拆散 这是中业吧 无所谓的 因为他对我很好 他没有任何过错 但是这个方面的话 我就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方案 我能够拿东西 放弃这个两个人的生活 嗯 平安的这个 他们就是 他可能不懂话 不能只因为我可以生活他 但是他的信息是没有看 我已经有一方大海 估计就是他 他投放四岸什么的大海 为这局道一定的第一 但是他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他就是一个 先行两国的一个模式 包括我现在知道 现在在中海的话 有一定的 是中国约理的 他就是 他在我是他的身体 不好意思 不是他脱油瓶 他脱在哪里头 包括他现在实际中 还不过心 包括现在他连这场工作 我都没办法长时间的工作 可能是因为 他自己行过我身体 状态就不太好 我也不想去害他 我不想他 有个作用的捧心 我也想让他能够自己离开 让自己我自己的 把我给一点点的 稍微的一点点的放手 可以这些没有问题 但是多余多 我真的不想去承担 一些多余多费用 那你跟他什么 你跟他好好谈个什么 更接受的 我相信我的能力 我跟他好好谈 他是全体全体 我他是一个流 他能接受看 让他身体的服务 包括一些姐妹啊 咱就不讨论这个事了 这是你的事了 我这个主观认识面 是立场我是很坚定的 就是没有什么 很合情合理的方法 平常我一个女孩 没什么过错 我没有事 同学们 你们需要我骂她吗 各位 我觉得骂我没有用 我没有用 我觉得不需要骂任何人 告诉你不需要骂任何人 我只想让你的真实的心态 让更多人听见 我就是这个心态 我真的有这个心态 来 各位女同学 你们看一下 人都是自己的选择 女生的小都来讲 那你可能是个大男 对吧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方方便便 但是你们是不是有没有感觉 如果你们在社会上 遇到这样的情况 该怎么处理 爸能解决问题 我一定吗 对不对 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是当事人 他自己主观判断 这个女的对自己没有用 那我要请问一下 如果你的女朋友变得有用 或者你的老婆变得有用 你怎么判断她有没有用 我要看到的是人性的底色逻辑 明白了吧各位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们俩离了 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对你有用 当然我现在是有个目标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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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大的女儿 我是我的教育二业的 我这边就是身边经历了一些女性分 因为她是一些学校的员长 学校的一些负责人 她有兄弟 给我整理一些业务 我不管她出一种心态 她愿意跟我合作 我骗她都好 我只要能够把这一双成一弹成 哪怕是一次性的 我有利益就可以了 以后的事情 她愿意跟我 就跟我不愿意的话 就上面没办法线 我选择的就是财品 我用了之后 我相信 如果她愿意用于自己的财务 买单的 她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现在是欺骗了别人 她不知道我结婚了 但是我愿意 以后的事情 以后之后 我愿意把第一张生意先当成 我给她分成码 一成码就能挣扎了 所以我 所以我普通的就是 我是想分开 当时分开的话 我找不到一个合情和理由 第一位 就是因为她太好了 反正我觉得 陈天人做事 将来不要后悔 这个不存在后悔的 我觉得在我心里就是 你天下的父业 天下的父 等到的一辈子 真的你讲的 也道德理 真的有什么道德这些 真的没有 就像现实的 就是然后就是 包括父母 我觉得他能够照顾我 还是这就是我的有帮助 那以后他老了 他我也不适合放弃他们 我又给他们送了金套币 等我去要求 要我也每天放弃 是也要照顾他们的 这么多 我还是希望钱 我说的很统统 我最喜欢了 要有能够有利益的 我的那个出发点 就是利益 就是利益的 我给他几万块钱 一两万可以 但是太多的话 我也没能够继续 然后捧一换的 才长这么样的 就合并了的时候 我还是接受不了 所以也成为我一个八小时 当时他也知道 我跟他说他会同意 但当时他身边的朋友 我怎么样的 他亲戚 包括他老妈 等于会跟我争论的 这个我心知肚明 结果没有团牌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个没有的 这个问题 我估计 我这是宣写一下 今天喝了一瓶酒 是 我没父母的过程 我跟他们是同一类 也不是说同一类的 同样的游戏 就是说 英雄所经验的略动 就是我没看过这事 我没经验 你加油 我不是这个逻辑 我不是这个逻辑 我只能欣赏你的坦诚 那行 我们先聊到这里吧 拜拜 我欣赏他的坦诚 但是我不代表着 我欣赏他的做法 我不理解 但是我现在也都明白 就是家义有本 男电的经 从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觉得这个女人没什么用 这个没什么用 它是基于什么逻辑呢 是基于养成失败的逻辑 对不对 他觉得开窍了 或者说他觉得现在 原来的养成这种方式 是不对的 这个一个越大一个越矮 因为夫妻之间的事情 外人是不足以道义 我们外面再说麻 但说他不是人 扎男这那的 他还是会干 关键是他干了以后 他的老婆估计也能从他 给你钱或者怎么样 你看这个事 咱们有说法了 没说法 没有错对 我觉得女人应该多拍拍我的课程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妇女之友 你现在看明白了吗 我们说观点行为 它只要不违法 它是不是没有错对啊 对 但是你听起来 为什么这么刺耳 那么难以接受 为什么 所以你看我的课程 你看完了以后 你心里就看不提 对 女同学 你们要不要拍我的课程 六观课先拍 看评论期是怎么留言的 评论期是说什么 哎呀 这是城市美在线人间 现实版的城市美 不得不说 然后这个男人 把自己的自私 发挥到了极致 找不到合情合理的方案 是世上无此方案 因为他是天谴之人 会 就是很快会出 出 祸端 其实你们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因果报应吗 我真的觉得 我还是觉得这个 相信这个世界上 会有因果报应 还有人留言 这个男人太恐怖了 这个人会倒霉 男人会倒霉一辈子 这个男人会遭雷劈的 还有人留言 这是不是一个拖呀 是不是老师的拖呀 这么赤裸裸的 表现自己的自私 太可怕了 太悔三观了 这个男人非常自私 以后也会为他的自私 付出代价的 更提醒了我们女人 应该怎样去看待婚姻 女人自强自立 有多重要 为了钱 为了力 已经是丧失了人性 泯灭了良知 所以姐妹们 结婚是为了什么 但是说实话 这个女人的聊天 是什么 姐妹们结婚是为了什么 这种极品渣男 也不是那么好遇得着的吧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个男人真的是把渣男 把陈世美演绎到了极致了 还有人留言 他说 虽然这是现实 作为女人听了还是非常的心寒 所以女人在为家人尽力付出的同时 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挣钱能力 在遭遇变化时才不会伤到体无完肤 还有人留言 这个男人也太可怕了 他还是在教育行业工作 这真的是一种悲哀 还有人留言 这么自私的人 怎么能找得到对象呢 也教育了我们女人 要有自己的工作 不要依附于男人 为家庭付出 结果在另一半的眼里 啥都不是 说实话 你们知道吗 这个男人娶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女人 可以说95%的男的都想找这么一个女的 就是能够在家做饭 做家务 带孩子 虽然这个男人恶心就恶心在哪里 这个男人为了控制这个女人 把她圈养了起来 圈养了起来之后呢 然后还就让她失去了生活工作的能力 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疫情感染 感染疫情也感染了新冠吧 然后呢 自己就是身体就 身体机能没那么好了 可能就是连一个正常的工作也做不了 就身体会很累呀 对不对 她就没有了收入能力了 那然后现在呢 她的老婆现在 之前她老婆的价值 可以做饭做家务 带带娃呀这样的 现在她老婆因为身体原因 可能连这个能力也失去了 所以也不能做饭做家务带娃了 可能还要花钱去看病 她就觉得这个男人就会觉得 我想抛弃这个女人 但其实她说了 这个女人没有任何的毛病 也没有出轨 也没有疗骚 也没有就是说 做个什么三心二意的事情 就对家庭的付出是一直完美的 但是这个男人 你说想和抛弃这个女人 抛弃就抛弃了 对不对 但是连正常的需求 比如说正常的 夫妻共同财产 她都不想 她一点也不想把夫妻共同财产 分给她 她说的我就只想给她一两万块钱 让她出去去自生自灭 这个女人可是她自己 儿女的亲生的妈妈 她都能做得到 所以你说这个男人 我感觉他比城市美还要可恨 你说我们之前 我也看过包青天 有那个应该有个好几百集嘛 最古老的那个包青天 那个闸美案 我是看过的 那个城市美到最后呢 她也没想着要杀她的老婆呀 或者杀她的儿女 但是她就想呢 给她的老婆 就是给她原配的老婆和儿女 一笔钱 让他们就是走嘛 就不要耽误自己的荣华富贵嘛 人家城市美还知道啊 就那时候还知道 给她前妻一笔钱 这个男的呢 连钱都不给 就想给个一两万 就这样打发掉这个女人 完了就自己再去寻找好的配偶 而且她说了 我再去寻找好的配偶的时候 我也没想着要结婚什么的 她说了 我用我渣男的方式 去和女人谈恋爱 假装很爱这个女人 假装很爱这个女人 然后呢 就是让和她谈恋爱 让这个女人 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利益 比如说这个女人 身上有什么工作的资源啊 人脉啊 能够在我的工作上 能让我多赚点钱 她说了 我就爱钱 她说男人就爱钱 哎呀 所以我真的讲了 我觉得这个男人 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感觉我们 就就就就就 有的 就是说实在话啊 你们不是说啊 之前有个什么啊 有个什么女博主 教那些男的 就是教女人 去捞男人的钱嘛 就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去捞那些 特别有钱的男人的钱 可能一年花个大几十万 一两百万这种啊 如何就是套路男人的钱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 这些去捞男人钱的 这些年轻漂亮的女人 人家也是付出了年轻美貌 还有自己的时间 和青春去换取 这些老男人的钱 这个也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嘛 就是说 你就算是阻断了 那些有钱的男人 那些 身价过亿 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 这些有钱的男人 他们 肯定是不安于 那个现状嘛 不安于只有一个老婆 他肯定要花钱 因为他一个老头子嘛 他一个有钱的老头子 他想在外面玩女人 他肯定是要花钱的嘛 没有哪个年轻漂亮 温柔的女人 能够 就是和一个老男人 已婚的老男人 或者说 离异带娃的老男人 跟他白玩嘛 对不对 人家可能也要图你的钱嘛 人家 这些老男人 也是心里知道的 也不可能白玩 就一个花 一个图钱 一个图色嘛 是不是 这也无所顾忌 毕竟也没有伤害到谁 你说这个女人 图这个老男人的钱吧 对吧 他可能也是 就怎么说呢 图就图了 这个男人有钱 但是这个男人呢 就我刚刚说的 这个渣男 这个陈世美啊 这个比陈世美 还陈世美 他是把人家 这个女人的后路 都给断了呀 他断了 这个女人的后路了 你知道吧 他都不让 这个女人活了 他就 他他你想 这个女的又没有了 赚钱的能力 而且呢 他还不想的 分一些夫妻共同财产 正常你想离婚 可以啊 分走一半 夫妻共同财产 没有这个女人 给你做饭 做家务 带孩子 你也赚不来 那么多钱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分给人家 一半财产 人家可能还有着点财产呢 存款啊 去生活 那这个女人 又没有了赚钱的能力 然后 又失去了老公的 就是说 倦养的费用 老公也不想养他 直接离婚 脱离了夫妻关系 然后这个女人 又不能赚钱 这个女人呢 又得不到夫妻 共同财产 他等于是让这个女人 就怎么说呢 陷入绝境 可能连活都活不下来了 你知道吗 就这个渣 真的是比我刚刚说的什么 女人依靠卖银啊 去赚钱啊 或者依靠 去去去去 帮老男人去赚钱 比这个渣要渣到 渣出了天际了 实话实说 其实一个人的恶 就我是能够 不管大家怎么说 其实我能够理解一个 一些女人啊 就是依靠年轻美貌 去耗老男人的钱 对不对 或者说一些女人 她有点贪图一些 好的物质嘛 可能自己的能力 也赚不了太多的钱 比如说夜场 做小妹啊 陪酒啊 陪畅啊 甚至陪睡啊 靠这种方法去赚钱 人家确实 哎呀 虽然这种方法也不地道 但是相比较 这个男人的渣 我感觉这些卖银的呀 或者当小色的 这些女的要钱很多了呀 毕竟她没有把人家 就是说活路都搞死了 这个女的是又没有赚钱的能力 又分布到共同财产 又结果又失去了 这个男人的圈养 未来她可能就是离 跟这个男的离了婚 可能这个女的 你说这种身体情况 她再去嫁人 她都嫁不出去了 为什么呢 她可能生孩子也够呛 她即便生了孩子 她也没办法去带娃 做饭做家务 她可能只有自理的能力 因为她身体原因确实 还需要就是看病什么的 她连嫁人都够呛 她都已经嫁不了人了 所以你说这个男人 是不是扎出了天际呀 所以太恐怖了 就是女人 一定要找一个好人 一定要 不一定你找一个绝对多好的人 在最起码也要找一个 那么不要那么泯灭良知的人 是不是 好了有什么情感问题 欢迎抖音搜里面聊人生 找我私信投稿 获咨询 拜拜